第1步 打开机箱盖 根据主板板形 将主板电脚螺母安放到机箱主板托架的对应位置上 用虎前旋紧 注意 旋紧电脚螺母时不能用力过大 以免滑思 第2步 双手平行托柱 安装有CPU级风扇 内存条的主板 小心放入机箱 并确保电脚螺母与主板的定位孔一一对应 主板的IO接口与机箱后部的IO挡板对正 注意 放入主板时不能与电脚螺母刮碰 第三步 将固定主板的螺钉套上绝缘垫圈 并用螺丝刀将螺钉旋入电脚螺母 待全部螺钉都安装到位后 再沿对角线方向 依次将每粒螺钉拧紧 至此 主板安装完毕 第二步 双手平行托柱 现在 二和阿 第一步 い 感谢观看